大家好,我是卡路斯 自從上個星期出了打印笛咀的缺竅影片之後 卡路斯在影片裡介紹了用TinkerCat來做笛咀 究竟TinkerCat是否真的可以畫到笛咀? 在這裡我必須要搞清楚 我只不過讓學生在TinkerCat的classroom裡面 載入我已經畫好了的笛咀 而讓學生在TinkerCat裡面 利用耳機內置了形狀圖案 去美化笛咀 如果由零開始 用TinkerCat去說笛咀 我覺得應該會很難 因為TinkerCat本身就不是一個完整的Cat software 那究竟我們真的要精密地見舞 應該用什麼的軟件呢? 卡路斯所拍過教學影片實在太多了 但我記得大約在去年這個時間 我做了幾輯的節目 是關於Fusion360的使用 而這幾輯的節目 現在還放在我一個叫做 應用軟件系列的播放清單裡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是有一集 是關於Cat軟件的選擇 也都有一集是關於 再找免費Cat軟件嗎? Fusion360基礎教學 當時我就很強調 Fusion360是免費的 但是節目出了街 不久 就已經有粉絲指出 喂卡路斯你怎麼搞錯了 現在Fusion360是要收錢的 沒錯 在節目出完沒多久 Fusion360就馬上切了很多功能 使得免費的版本 其實很多東西是做不回來的 但是雖然是這樣 後來我還出了一集 是關於Fusion360的進階教學 看完這幾集節目之後 很多粉絲的回應都非常之好 而有關Fusion360的影片 也都在我的教學影片裡面 播放率比較高的 不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過去28天錄得的資料 可以見到 應用軟件系列 在找免費Cat軟件 是有554次觀看的 唯一一個已經出了一年的影片 在一個月之內有554次觀看率 是相當高的 甚至高於二戶製作 廉長置 智能家居 三子彈機等等 既然大家都對Cat軟件那麼有興趣 而Fusion360現在又需要付錢 卡路斯也要為大家想過辦法 所以今天我又打算介紹大家一個 真真正正免費的Cat軟件 這個軟件就叫做OnShake 那究竟OnShake比起我以前曾經介紹過 SolidWorker Inventor 而至於當初不用錢 後來又要錢的Fusion360 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一齊看看 原來OnShake這個軟件 來頭不少 它跟我們用開的SolidWorks 也都非常有關係 因為也是SolidWorks創辦人 在2012創建的 但後來由PTC 以4.7億美元收購了 這個產品也是全球 第一個全雲端的3D整合型軟件 既然是全雲端的 即是表示它跟TINGCat一樣 你是不需要有一部很厲害很厲害的電腦 跟傳統Cat軟件的分別 就是你的作品不是存在你電腦 而是存在雲端 而這個情況跟Fusion360都是相似的 Fusion360都是將作品放在雲端 但是Fusion360要在你電腦install 而OnShape就絕對不需要了 我們現在一齊看看 如何開始用OnShape 大家只需要Search for OnShape 進入OnShape的版面 你就會看到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選擇 就是Get OnShape for Education 叫做Education 就不用錢了 按進去會見有 For Students 和For Educators的選擇 我記得2017年我已經按了這個選項 申請了一個個人帳戶 只不過當時我還很大程度 在用Solidwork 和Fusion360 所以就比較少用OnShape 但是來到今時今日 每樣都要收錢了 我亦都介紹不少我的學生 按這個For Students的選項 去申請一個個人帳號 既然我一早已經有帳號 我只需要按Sign In 我就可以進入到自己的工作區了 我們向下看一下 會見到我第一個創建的模型 在2017年10月3日 直到2020年我再繼續用它來畫畫 用慣Cat的朋友就會問 我用Solidwork 用Fusion360 現在又介紹我用OnShape 是不是要從頭學過 幾十年前用Cat 和現在用Cat 其實用法是差不多的 如果畫的東西 只是簡單簡單 幾何圖形普通的物件 其實根本用法是很相像的 而且剛才大家都看到 OnShape 根本就是Solidworks的翻譯 設計出來的 所以用法九成相像 好 我們一齊看看 基本的用法是怎樣 首先呢 去建立一個文件 叫這個文件做 Test 建立公共文件 是不是很似曾相識呢 在右上角有前視 上視 尤其是等等的 projection 當然可以利用滑鼠的右鍵 按下 隨意改變view angle 好 我們回去上視 用Cat的軟件的人 一定知道 要做立體圖 一定要做平面圖 所以我們就去草圖 建立一個草圖 選擇這個top的平面 第一次畫 又是畫簡單簡單的東西 不是四方塊就是圓 不是圓 就是弧線 六角形 Curve 等等的東西 不如我們就嘗試畫個 長方形吧 開始了它畫長方形之後呢 可以按多一次左鍵 接著就可以輸入長方形的長 中間你的角色 不如四十 再度是 正如二十 即時地移到尺寸 correctingма 中間老鼠可以分析 從而是 然而按 畫 怎麼一定要按 itís 它用綠色來顯示,更加提醒你要按 每一次完成了sketch,我們就看一看 按右老鼠,你看一下,我們在top view 畫了一個長方形 下一步,一定是exclude,就是擠出 看圖色字,一找,這個就是擠出 按按,選這個長方形,立即就可以畫到一個長方形 大家會看到有少少延遲,因為我們現在在用雲端 所以這個用法可能沒有你用Solidwork 那麼爽的情況,會慢一點,但都可以,不用刺 我們這裡選深度25,就可以畫到一個長方形 隨時可以改變,完成了,又是按一按 這個長方形已經完成了,大家記得繼續收錶模型 都是繼續畫草圖的,譬如我又選擇草圖 在這個面上做草圖,例如畫一個圓形 又踢一踢,之後又是用擠出 不過今次選擇圓形,就不是擠出向前 我們選擇移除,就會穿了一個洞 又踢一踢,還有其他的,這些都是看圖色字 我們可以找到,例如圓角 又例如,倒角 又例如,薄殼 可以看到很短時間之內,就可以做到一個建武了 之前用Fusion360的東西,我都搬過來了 最近我就想教學生,重建我這個自動化的鋼片琴 我也都教學生畫這些小部件 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都是十來二十步就可以畫出來了 畫好之後,在Part1那裡,按這個回出 就可以將部件儲存成STL 照我用過的經驗,這個速度比起以前Fusion360還要快 一按確定,差不多已經完成了 以前Fusion360要用相當的時間 接著將這個模型放在QLED切片 很簡單就可以打印到這些部件 好了,今天簡單為大家介紹了OnShade 看看大家如何開發私人帳戶 和用回我們以前Fusion360所教過的技巧 如果大家安裝之後覺得好東西 想更深入學習或更精確的部件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卡洛斯一定會為你們 再做多幾集有關OnShade的應用 好了,今天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洛斯,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